为了能从泥石流中逃出去 男人搂起袖子将手伸了出去 小心翼翼地测量着泥土的厚度 却不料下一秒大量的淤泥就涌进了车内 吓得他连忙关上了车窗 才没有落到被活埋的下场 他不甘心地甩了甩手上残留的淤泥 正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时 车顶的玻璃就突然开始发生碎裂 着急忙慌中男人拿来一卷胶带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股脑子都沾了上去 可薄薄的胶带哪里能抵挡住成敦中的泥土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无意间发现了一把方向盘锁 他也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起到作用 但眼下情况紧急容固的他多想 男人赶紧用钥匙将其打开 接着再将方向盘锁抵在了玻璃下面 幸运的是他的长度刚刚好能卡在车的两旁 随后他观察了好一会 确定淤泥不再涌进来后 才长舒一口气拿起一旁的矿泉水喝了下去 由于他还没有从刚刚的惊魂之中缓过神来 一个不小心就快要把水喝完了 等他察觉是已经为时已晚 他索性一步做二步休直接一饮而尽 丝毫不给自己留下一丁点活路 喝完这瓶水后原本紧张的神经 也慢慢地放松了下来 这时他回想起自己发生事故的地方 是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山区 几乎很少有车辆会路过此地 要不是为了见客户自己有机会来 这个远不拉时的地 眼下要想等其他人发现这里 那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去 所以如今只能靠自己了 可这个破地方手机一点信号也没有 就连收音机也收不到任何电台 如今这个情况呼叫救援是不可能的 气急败坏的男人直接启动了发动机 他妄想着能从淤泥汁中冲出去 结果却引来了山体的二次坦坦 好在并无大碍 但经此一意他再也不敢胡乱操作 冷静下来的男人开始思考如何逃出去 他找来了车里所有的工具 只希望其中能有用的商品 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可以破开上方泥土的东西 就在这时玻璃缝中竟开始渗出水来 男人见状赶忙把嘴凑了上去 眼下也顾不上这水脏不脏了 可这样几滴几滴的喝根本就不过瘾 于是他准备用手指将玻璃上的缝隙打开 希望能从上面流出更多的水 结果手指却被划开了一个大口子 没办法他只好拿来银行卡 将其折叠成漏斗的形状 放在了瓶口 最后再将瓶子卡在出水口那里 这样一个简单的蓄水装置就做好了 就连吊液也要拿来作为备用 喝水的问题是解决了 但在如此密闭的空间内 氧气要不了多久便会被慢慢耗尽 机智的男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 他将折叠以上的钢管都抽了出来 然后通过玻璃上的缝隙 使劲地插进了泥土之中 结果却导致里面的泥水顺着管道流了进来 看着一旁的瓶盖他灵机一动 只见男人先用指甲刀将其捅开一个洞 接着再往上面串进去一根麻绳 最后再将其塞入钢管之中 让瓶盖封住管口 这样就可以很好地防止水流渗进来了 可泥土的厚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将两根钢管连在了一起 等用胶带将连接处封好之后 男人再次用力将钢管往上面伸去 结果长度还是不够 随后他又拿来了第三根 随着不断的生命 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他也感觉自己捅得越来越吃力 直到最后不管男人使出多大的进来 钢管也不再前进分好 不过好在车里有个千斤顶 在工具的帮助下 钢管再次向外面伸去 可很快千斤顶就到达了极限 但他依旧还有很长一节路在外面 没办法剩下的就只能靠自己了 男人将被子裹在肩膀上 紧接着在死死地抵住钢管 这个姿势可以让他用上全身的肌肉 最后在一阵阵痛苦的喊叫中 他成功地将钢管都塞了进去 不过也把自己累得够强 随后他用仅剩的食物补充了一下体力 等吃饱喝足后 他拿来一根铁丝顺着钢管慢慢地伸了进去 过了好几分钟他才感觉捅到了东西 紧接着他在猛的一用力 上面的瓶盖子便被捅开了 等抽出铁丝 男人先是原地祈祷了一下 因为他也不知道钢管到底有没有伸出地面 带着一份期待他朝着广口望了过去 等看到上方白亮亮的洞口后 他开心地忍不住大叫起来 这样他不仅可以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了 说不定还能叫来救人 不过他还是深知这么小的管道 声音根本就传不了多远 但很快他就想到了办法 既然外面听不到那就让他们看得到 于是男人拿来一张废报纸点燃了他 接着再将其放到广口 让燃起的烟雾顺着钢管飘出去 这样做的话要是外面有人经过或许能看到 可他只顾着喊救命 完全没注意到火都快烧到手指了 虽然最终没有酿下大错 却差点把自己呛晕过去 逃出去的希望再次破灭 男人又得重新想办法了 可就在这时钢管因为承受不了淤泥强大的压力 慢慢地开始出现了下滑现象 上面的洞口也被堵住了 他想用铁丝疏通一下 却没有注意到正在下降的钢管 结果一转头直接被气划伤了头部 鲜血直直地从头顶流了出来 男人很快就陷入了昏迷之中 等他再次醒来 石车上已经到处都布满了淤泥 头部也血流不止 里面还混合着泥沙让他感觉气氧无比 他想不通自己明明已经够倒霉了 独自被困在泥石流里面不说 老天还要如此惩罚他 男人只能先用衣服简单地包扎了一下 接着又抽出腰间的皮带 将头部的伤口固定住 显示暂时止住了 但上方的管道口却被堵住了 要不了多久车里的氧气便会被消耗殆尽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呆呆地坐在那里失声痛哭起来 随后男人强装镇定给自己的妻子 以及未出生的孩子留下了最终一眼 没多久车子也因为承受不住淤泥的压力 开始发生了坍塌 好在男人反应比较快及时地翻到了后座 但很快后面也出现了一样的情况 他赶紧拿来钢管撑了上去 虽然暂时顶住了上方的压力 但他深知这样做根本就支撑不了多久 迟早整辆车子都会被淤泥压扁的 男人思索了许久 决定赌一把从泥石流中爬出去 他吃完了仅剩的一点食物后 从后备箱拿来了备用台 将打气筒连接了上去 这样一个简易的氧气瓶就做好了 紧接着他又脱光了全身的衣服 把润滑油一股脑子都抹了上去 只为了让身体变得更加光滑 却在这时上方再次出现塌方 男人知道不能再耽误下去了 他放了一首音乐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紧接着再捅开上方的玻璃 让泥土都灌入了进来 这样做是为了让自己有足量的空间爬出去 等清理完上面的碎玻璃后 他又拿来车垫子顶在了淤泥墙的两边 防止周围也出现塌方 好让自己可以沿着一条直线挖出去 等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完后 男人带上自制氧气瓶 开始了逃出生天的季魂 他用钢管奋力凿开上方的泥土 感觉缺氧了就拿上打气筒吸上两口 好在这几天都是晴天 在太阳的制烤下这里的泥土 已经变得松软无比了 让他早起来变得更加轻松了 每上升一段距离 男人都要用钢管重新固定一下车垫子 防止两边的泥土出现塌方 他用手机录下最后的视频鼓励自己 可就在他准备停下来喝口水休息一下时 山体突然就开始出现了坍塌 只是一瞬间他就被掩埋在了里面 幸运的是男人并无大碍 很快他就从泥土中钻了出来 正因为这次的塌方导致上方的泥土几乎都掉了下来 反倒让他省去了挖通道的时间 但眼下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倘若他不能及时从这里爬出去 便会被活活憋死在里面 男人抹掉脸上的灰尘 拼命地向外求救 突然他注意到前方好像有一丝白亮的光线 他赶紧扒开上面的泥土 果然下一秒一道强光就照射在了他的脸上 男人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不疑会一只手便从泥土中伸了出来 他贪婪地隐熄着外面的空气 感受着太阳的温暖 这一刻才知道活着是多么的幸福 不管以后遇到什么困境 我们也要努力地活下去 只有活着才会有希望 生命只属于自己 谁也不能左右